交通违规罚单呢有很多种 像是过马路 如果你没有走在斑马线上 是会被罚600块钱 不过现在有一名徐小姐她是很生气 因为她最近收到了巨章 没有走斑马线的罚单 竟然是8年前的违规事项 这个罚单居然延迟了8年才寄到 也让她指引说 这个政府的效率会不会太差 台北管前路上 行人来来文王 大多数人会乖乖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不过没遵守规定 小心挨罚单 但却有民众确实拿到这张 8年前的违规罚单 看看这张裁决书 上头违规日期写着94年4月7号 但裁决日期却写着97年3月31号 光手和案件就花了3年的时间 直到101年9月19号才收到罚单 差了8年的时间 而且这样的罚单还不止一张 另一张违规时间是96年6月3号 也是今年9月才收到罚单 延误了6年 罚单专注期最多8年 包括审核不能超过3年 计划通知最长5年 余小姐收到8年前罚单 警方虽然与罚有据 但也未免太没效率 追逐游戏军战友人台北参谋导 请不吝点赞订队友人台北参谋